過去那個禮拜 人觸動到我 好像在辦城突然有人 一數就數了六個大禮拜 大家好像很急趕著買樓 怕死不能買 我覺得其實那個 英國置業不一定是必須的 不一定是必須的 確實就算是本土的英國人 租樓的比例是很高的 很高的 所以置業就不用 好像香港或者華人的概念 去到哪裡 第一件事什麼都不做 是樓線 另外一件事我也看到 其實很多香港的朋友 會收到一些英國樓盤的資訊 無論是面書也好等等 很多的 接著香港就會在展銷廳 給圖你看 然後去買 其實本土人買樓都是較為小心的 第一整個交易程序 就是分分鐘半年 不像香港一樣 三個月 最快要三個月 最快要三個月 就是你找那個律師 跟你檢查所有東西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這麼心急的 有些報道就說香港 就是網上看 福徒就來了 根本上沒有這樣的必要 就算是樓花 就算是樓花 都會去到地盤 有些建好的一些單位 而將那些建好的單位 就變成示範單位 你看到那個樓宇都做到七七八八 那這個概念 就已經是叫做樓花 那那個蕭秀瑜 跟你說明年三月 差不多就會落成 不過你知道的 又落雨又成 可能會延遲 那所以樓花的概念 都是因為 短期的 這個英國的工人 那個受藥快慢 那所以 我看到一些 特別熱門的地方 包括雲敦 包括曼城 這些地方裏面 很多這些所謂 虛擬的樓盤廣告 我就很擔心 還有我看到 那些價格上面 都 是啊 貴 從事實上是差距 那所以我禮拜 我就去看看 我有兩點意見 其實一向對英國樓 英國雖然這個國家不算大 但是跟香港比較 都是大很多 所以有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 所謂地大勿搏 地方大千萬不要搏 就是因為 你隨時 市中心住滿了 隨時 市中心外面 稍微伸展一下 又多很多土地出來 所以可能 隨時突然間 多很多新樓供應 第二就是 以香港的朋友的眼光去看 如果那些房子 在本地很容易賣 本地很受歡迎 就不用山長水縣 拿到這麼遠來香港賣 所以原因 要不就是那些房子很特別 非常貴價 很高質量 少數給全球頂尖的人 去賣的 這些期貨可居 另外一件事 可能就是在那邊賣不去的 根本是不適合那邊的人的要求 或者那邊主流的客戶是不喜歡的 所以要拿出去海外賣 比如有一些 專門建給中東人 或者是那些地方 所以 通常後者是比較多 他特地是 尤其是在倫敦 很多在豪華區 建一些非常貴的房子 那些真的 比全球頂尖的少數人買 每一個都過百萬磅 那你看著倫敦橋 看著這個泰姆士尤 那這些就沒得說 基本上 不是住的 就算是樓盤 在曼城 在曼城 說真的曼城 除了一兩隊足球隊 當然是出名一點之外 我又不覺得他有些什麼 那麼特別 要炒到那麼貴 就是他那個水平 真的比一般高 所以我都是那個說法 其實大家在看這些樓宇的售價 第一 先不要看 不要說錢 你究竟買那層樓究竟 是樓花還是營樓 營樓太多了 譬如我星期六去看樓盤 我又看到那個和曼城的水準相差很遠 那我專門去看看 究竟那個概念 五六百萬是什麼的概念 不要這樣 就是大家看到一些報道 是呀 是相對香港的樓價有一段距離 那我覺得好像 這個就是英國的水平 五百萬港幣 應該有四間房 四間房以上 是呀 不如我們就去看看 看看片 看看究竟五六百萬是什麼水平 看看什麼貨息 哈哈 今天就是英國的禮拜六 那一家大小 沒有東西做 又是好像香港那樣看樓 作為這個公餘節目之一 那這裏就真是公過於求 買家主導 根本就不是好像報道說 就說好像曼城呢 將那些樓炒到大家 一天之內買很多很多 其實就是很多示範單位 在這個地盤旁邊 就可以看的了 那就慢慢選 好像我看這個單位 大約就是等於 港幣是這個 五百萬到六百萬左右 那就可以 大把選擇 所以根本上不需要搶 那我們進去看看 大約五百到六百萬的選擇 是什麼來的呢 那一進去 那一進去 這個就是客廳 那車就放在門口 那一進去看看 先 這個就是廚房開放式 花園 花園 這個應該是洗衣房 那下面呢 就有個廁所的洗衣房那裡 下面就有個廁所的洗衣房那裡 看看樓上先 樓上又如何呢 主人房 廚房 陶瓷 還有個衣帽 還有個衣帽 第二間房 還有個廁所 還有一個廁所 還有個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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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真是看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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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都是那句 就是說其實我們 近年香港 買樓絕大部分 都是在商場 展銷廳 對我們的地產商 就非常之信任 很少以前我記得 香港都是在地盤看示範單 都有的 現在越來越看 看虛擬也好 看商場那個 示範單位就比較多 越來越方便 但是 我覺得來到 英國置業將以前的 香港的東西 丟開 真是 一來這裡我們人生路不熟 沒有什麼所謂的 相不相信那些 地產商 每個都是 當不懂 這樣去做 所以都 剛才我去那個 我不想跟他宣傳 太多了 這些樓盤在英國 根本虎十佳時 我就去到現場裡面 在一個 已經落成的單位裡面 那個示範單位 那個價格 可以 譬如三房 有四百多萬 用回港幣 四百多萬 接著去到 發育最大的 四房等等 最貴那個大約是七百二十萬 四百五十萬之間 那就似乎你那個是獨立屋 排屋 還是一屋兩貨 有不同的標準 所以你說五六百萬 如果不是獨立屋 其實四房的話 都有剛才那個 這樣的水平 所以這個水平 跟我們的概念上面 我們看到英國的一些展銷會 說去某些地方 是那個多層大廈的那個單位 可能都已經有這個水平 那實際上有一點點差距 那所以我就真是奉勸大家 千萬不要隔山脈 來到哪個地區 除了倫敦之外 哪個地區都有 好像我 我住的附近 都有 有起碼好像這些地盤 差不多落成 或者已經落成 都起碼有四五個 是啊 有四五個 不要說二手那些 不要說二手 二手市場更加多選擇 你慢慢選擇 慢慢看 甚至有人說我不是 我看燃樓 很多 即不是賣得那麼快 就算有些燃樓 發電商 所以便起好了 起好了 等人買的 基本上都是 賣得完 賣了一年半載 才賣得完 沒錯 整個樓盤的單位 奇哥我又說一下我的 我的買屋經驗 我在英國 其實我們初到的時候 就一直都是租屋 我們足足租了七八年 七八年 然後才一直慢慢找 逐條街 逐個地方去看 然後 差不多八年之後 才終於拼取 買了一個地方 買了一間屋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那個地區 我們 我們才選一個區 接著區就是選一條街 其實一個區裏面 不同條街 出入都很大 一條街裏面前後距 有時也有不同 前距可能近大路 那些車出入多 就比較吵 近尾 街尾 就靜很多 因為沒有車進來 尤其是英國人很喜歡 那些所謂挖頭行 那些挖頭路 Coudersac 他們叫做Coudersac 特別貴 特別吸引 那些又好些 我們的經驗 我的結論就是 最後我們是買了一間屋 然後 就把一間屋改建 改到適合自己的用途 然後就整家人搬進去住 之前一直都是租 租了八年以上 我們 然後最後那間我們住得很開心 到最後我們就down sizing 那些子女大 再搬 我們賣出去的時候 被我們買入的時候 如果就這樣看賬面 看數字 那間屋是貴了一倍的 就是賣的時候 就像你剛才看那些屋 這樣的價錢 這樣的水平 但是我們買的時候 是二字頭而已 所以就因為我們 這個很久了 但我想 又不是耐得很重要 十多年前 十多年前 是的 那現在市場裡面 其實說的是普通鎮 就是普通市 這樣的話 四字頭都是OK的 如果你是五到六之間 是銀河星數的選擇 通常如果是去到 以英國來說 那些人肯出這樣的錢 譬如五百萬 那香港來說 就說窮人 因物高一點 但在英國來說 其實是相當大不淺的房子 通常那些人 就有一定的要求 譬如好像剛才 我就譬如看完 你剛才看完那間示範單位 我就有些少意見 我就覺得好像那間屋 就比較上 未必是針對本地的客人 可能反而是針對外來客多些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現在如果是用得這樣的錢的價位 通常都不是年輕人 如果你買得香港只五百萬 那邊五十多千的房子 三四間房子 都不是一個家庭 通常都是一些 已經做了可能有 起碼都十年八年 有一家大小的人 他們的口味 就未必好像剛才奇哥 看到那間這樣的口味 通常英國人很喜歡那些屋 有些所謂屋的特色 所謂original features 剛才那間很通通狂 很開揚 香港人說的開揚 但是如果大家 留意英國人 其實又不是那麼喜歡開揚 傳統的英國人屋 就間開了 廳 一個廳 兩個廳 最多就是中間 最多用一些 開揚 可以拉開拉起來 他們喜歡 有時候是間開不同的廳 就算客人多了 他都會招呼客人 不在一個地方 是分開的地方 讓大家可以有不同的交談 有不同的小組 這些是比較適合他們的生活方式 他們就不喜歡通通狂 一眼看完 另外 英國人很講的花園 花園 其實他們很喜歡 做到相當比較成熟 所以他們就不喜歡 他們就不喜歡 因為花園 我們當然懶 對 就是那些 啤梨的花園 尤其是如果給了這個價錢 他們就期望 花園 應該有差不多的東西看 一走進去 因為他們很重視這個花園 他們花周末 很多時間都在花園 就在那裡放在那裡 所以他就希望花園 本身已經有很多feature 很多見到的東西 比如剛才看到 花園裡面 沒有些流水 water features 所謂的那些 沒有這些東西 就是不吸引 他們很著重 就是一走進一間屋 有一個所謂focal point 客廳 或者那個重心在哪裡 或者花園 那個主題 或者focal point在哪裡 那剛才那些很看到的 漂亮就漂亮 但是他只是用的眼光 就沒有一個 一走進去 嘩 我吸引著你的焦點 就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很微軟 我跟這個 和我和舒基分享一下 我和那些本地人 大家聊天這樣聊 他們就絕對 就不喜歡這些這樣的新樓 是的 是的 他們就傾向買舊樓 沒錯 越舊越好 他們本地人 包括華人也好 包括英國人也好 他覺得舊樓的地積比率 一定是比剛才這些新樓高的 沒錯 如果剛才說的 都說的是600萬 那你更加多選擇 那個所謂的 無論你的座向 或者是你的地積比率 就是你所說的 花園比較大 沒錯 是這些這樣的舊樓 另一件事 香港人就喜歡買新樓 那有些吸引的 譬如一些你進去 較為整潔 因為有些二手的物業 你走進去 由於已經有了好 雜物也好 或者剛剛搬走也好 你感覺不是很好 那相對這些當然感覺好 還有新樓 是有一些 地板可以加熱 那變成 如果傳統那些 舊少少的單位 幾年前的單位 都是用開掛牆式 這樣的加熱 那變成 如果你有些覺得 需要先進少少的 那你就 會光顧一些新樓 新樓跟香港就是一樣的 那都送什麼送什麼的 即是焗爐 洗衣機 雪櫃 那些全部送完 那些全部送完 但是如果你是舊樓的話 可以住的 但是如果你是舊樓的話 你始終是需要 是翻身的 沒錯 特別是很多人 就算你 不想先付錢 你都會多些 起碼都裝修了 你那兩三個廁所 那都不少錢的 是啊 你分分鐘如果對 英國人來說 可能都需要 一百元 上來二三十萬港幣 二十萬 那幾個廁所 所以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擔心的地方 那些人喜歡買新樓 不用煩 是啊 那另外一件事 就好像雪姬你所說 就真的對 我們選擇地區 當不要說是名校區 名校就是普通時質 你選擇的過程裡面 由於特別是二手的二手盤 你只是看鄰居 而已 OK 有些你說自成一國也好 陰森一點也好 在那個位置裡面 如果你的鄰居是那些 喜歡車的話 你都自己偷偷 在那個車房 就拍了旅遊車 然後就好像很垃圾 那樣 夠大 拍幾架車 然後就把那個車房 變成這個 真是好像維修中心 那樣 那你感覺你住在隔壁 就好像住在一個車房隔壁 就是整車的車房隔壁 那這些也是 是啊 你真是不幸運 那你真是 有後來搬來就不能說了 變成你選擇二手的時候 就選擇那個地區 即是近不近火車站 其實對我來說都不是主要的 我們以前都是 我們懶惰 我們以前看屋 看屋都起碼看兩次的 我們一次日頭去看 看對了之後 另外一次晚上 晚上的人回來 那時候再看看那個隔壁 究竟晚上是吵還是靜 還是陰森 所以我們都起碼看兩次 所以這些經驗 很多時候都很痛 對我來說 我來到這裡都是先租樓的 OK 因為確實是有點吸引 因為不單止是因為 有些香港人說會來 二萬 所以就炒高那個樓價 就不是這樣的 原因就是因為 英國在現在疫情底下 那個經濟慢慢地 政府就推出優惠 在現在去到明年的三月 如果你購買五百萬港幣 我圍一看五百萬港幣 即是五十萬英鎊 的話 你是免印花稅 即是五十萬 即是五十萬 港幣以下的樓宇 是的 那你免了印花稅 那你可能都免了十幾十萬 所以這段時間 無論是一手盤 和二手盤 都有推出的 那它有些價錢 四百九到五百一二 即是二里玩價 那這些盤就很多 那你看大家 就在這個水平裏面 和業主達成這個協議 就趕在明年三月的話 是完成那個手作 那那些人為什麼 趕著這段時間買樓 因為整個交易不是說 我擺放那張票就完了 所以 那整個三個月到半年 所以 其他的意見 大家真的要先記住 我們待會就馬上聽聽新聞 先看看香港現在發展的事 我們新聞之後回來 我們繼續再談談其他話題 好不好